NBA常规赛 马次惜败绝经的原因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马次就是明目张胆的带文班练集 顺便再捞个明年的状元 同样是球队 可以先做好防守 上一场绝经这帮人 在火箭身上只拿到了86分 这场打马次 明显强度太低 绝经的投手像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文班亚马一年级发挥确实不错 但球队战绩奔着下一个状元去的吗 马次会不会太吝啬了 还想象培养邓肯 帕克 吉诺比利那么按部就班吗 当索汉什么的都在打空位 就说明马次这赛季纯百烂 文班亚马那么高 而命中率那么低 他这种没有助攻能力的只能得分 像杜兰特一样 说真的 文班打得已经很好了 一名19岁的一年级新秀 目前只打了17场 NBA 场均19.2分 9.500 2.6柱 2.6盖 命中率43% 重规重矩 比赛决胜时刻 文班也给我们展现了他的大心脏 我们还能要求更多吗 看得出来 马次还想要撞远迁啊 再摆烂两年 重新选好阵容 扬帆起航 把索汉放一号位 能看得出马次今年是不要成绩的 就是让文班 索汉等一众年轻球员练级 虽然索汉打空位 是有些力不从心 但经过这一年的历练 来年放三号位 打个组织前锋 应该是游刃有余吧 明年休赛期 马次也会围绕文班组建阵容 到时候花大钱 整个有经验的优秀空位 搭配瓦赛尔 索汉 文班 缝缝补补下 马次大概率就完成重建了 没有黑波波为奇的意思 但老爷子对比赛的胜负 感觉失去斗志了 约基奇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但绝境未免需要补强 这支马次队 即使老爷子也解决不了 一堆单打的 后卫线真没一个数理进攻的 索汉打空位可能不行 没有传球的视野和头脑 进攻也是无脑攻 看来马次一个状元是不够的 这样的马次 这赛季注定没有太多作为 就看后续会不会有什么交易了 又或者给文班练练了 邓肯刚进马次的时候 他身边的队友的层次 可比现在要强多了 说到底篮球还是集体运动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